其实我们来了日本一个月了 我感觉他们对玩车这件事是很执着的 而且他们的标签也很鲜明 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来到东京以后 我们去了一趟他们的首都高 然后也去了非常出名的大黑服务区 其实在现场那种感觉呢 真的没有办法通过视频或者说图片 来展现那种热血的感觉 就大家会分别玩在一起 我们可能是同一个车型或者说 同一个品牌或者说同一个爱好 我们就会在周末周日 我们会聚在一块去分享 这一个星期我们发生了些什么 而讲得开心的时候 我们也会到手足高上面去开一段 其实以前我们对于首都高的认识 只是觉得它应该是日本的一条快速路 就是能方便你从A点到B点的这样一条通行的道路 但实际上你开过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比较执着去提升车辆的性能 就是因为这条首都高 其实首都高呢 我们以前的理解就是一条高速 它应该是能比直的 让你非常快的从A点到B点高速通行 但是他们的首都高呢 为了迁就不同区的划分 然后也需要迁就地形 所以它是一条穿梭于市区里面的高速路 而且这条高速路是非常多弯的 所以我有想过 我真的猜了 他们改车可能一开始 不是说为了让你的车更快的去赛道里面去刷圈 而是在于我能更快的穿过这条首都高 可能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所以有人会不停的去换轮胎 提升马力 改善你的底盘的响应 去过这些弯道 其实你来过 你能感受到这些真正因为用车情况而导致的改装 是有可能的 而且他们玩车呢 我觉得除了首都高 或者说大A这一些有聚会感的情景以外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们也会带自己的车去赛道上面 真正放开的去感受自己车辆的一些改装的成果 比如说我们开着全新领克03家3N定制版 去过的Sizuka Trim 富士赛道 Sizuka 主播 这些赛道里面 你都能看到一大群人真的自己给自己的车 去做服务 然后去调整自己的车辆 然后再上到赛道里面去开 来去享受自己改装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确实叫别人去改车太贵了 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可能呢 就是真的动手去跟自己的车去有交流的改装跟驾驶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享受玩车的一种体验吧 所以其实来这边真的你能感受到他们对于玩车这种热情 可能平时你走在日本的路上会觉得一切都很安静 一切都有秩序 但是在暗地里 包括首都高在内的 各种真的跟速度挂钩的热情呢 喜欢车的朋友来日本 我觉得不会是一个错的选择 JDM是有它明确的标签存在的 确实这一个月呢 我们在日本感受到很多对于这种玩车热爱的地方跟朋友 然后我们也想给新一代的领克林商家三眼钉子板留一个美好的回忆跟好的结尾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带着他来到了香根的山路 其实这一个山路你看到苏菲站你就会觉得很有亲切的感觉 或者说很熟悉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一条山路呢是曾经出现在头文之地漫画里面 高桥梁界最后一站山路站里面的死神GT-R 最后那一幕我相信大家是印象最深的 因为是两台车顶在GT-R前面辅助刹车 才能让三台车安然无恙的停下来 可见这条山路对于刹车的损耗有多大 而这条山路呢我第一次开上山的时候就已经闻到 是贯穿整个山间的那种刹车烧焦的味道 很重的 然后感受到每一台车下坡的时候呢 都是用了发动机自动来带下来 而不是完全用刹车 在这种情况下面你都能闻到这么大的刹车烧焦味道 你就知道这山路不简单 上山这一段我觉得挺好玩的 但是下山这一段呢 是真的很考经验跟车辆的一个动态的平和 所以这一次对于领克林三家SIGN定制版来说呢 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当然山路上面其实我们都不提倡去做竞速的比赛 而更加主张我们在山路上体验我们的车辆 其实这一台新一代的领克林三家SIGN定制版呢 就不是说单纯为赛道而生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些娱乐的装备 有舒适性的配置 包括一些视觉效果上面的提升呢 也能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台车是真的为了给我们去在街道上面体验更好 而做了很多优化性的调整 其实开着这一台车晚上跑山最好用什么 就是这一套改良过的矩阵CLED大灯 整个山路就好像变成白天一样超舒服 你只需要专心开车就OK 这个山路呢我觉得还蛮适合这一台领克的03家SIGN定制版去跑 就很稳 就不是说去追求那个圈数有多快 就是它整个过程会让你觉得很放心的去跑山 因为很多时候呢你真的开着一台大马力的车 话说我调的很运动的车 你在市区里面总是有种被困着的感觉 对不对 但你到周末去Sunday Morning Drive的时候呢 今天刚好周日 Sunday Morning Drive最好就是用来释放这种被困着的压力了 所以跑山不追求圈索 只追求心情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在这一条江根山路上面去开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台车的马力优势在这上面能够发挥出来的 它是上山这一段 车的动力响应性还蛮好的 而且这一次新一代的领克03加3定制版呢 确实针对于变速箱这一块是有做过标定上面的优化 所以它在山路上的动力跟随性呢 我觉得还算是做的比较听话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动力是它有拖踏的地方 这一套原装的阿基波罗四环塞刹车 其实视觉效果挺好的 然后整个轮毂看起来很饱满 刹车脚感的建立呢 我觉得也是很舒服 不过回到最初的话题上面 因为这条山路对于刹车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也做出了更换刹车皮的一个操作 让这台车能在山路下坡的路段呢 跑起来更加的畅快 下山至一整段下来 其实整个刹车的脚感 包括热摔的感觉呢都很均衡 你就觉得我可以放心去开了 然后这台车的话呢 其实底盘上面的优势 在山路上能有很好的体验 我们在赛道会觉得底盘是这一台新一代的领克03加的一个优势 很均衡 我们也能调整前后的一个Buston避震的统生阻力 这样子呢它能够适应我们在不同路况上面的需求 其实这一台新一代的领克03加CYON定制版 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多偏执 不是说我一味只追求性能 因为在此之上呢 我们还会看到未来的一台领克03加CYON 这台车马力会更大 针对于赛道部分呢会做更多的强化 那个呢可能会满足我们对于赛道上的要求 而这一台车的话呢 我觉得它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日常开着舒服的前提下 能应付这些比较运动的驾驶 会让你觉得这台车是听话好开的 而平时呢又不会说因为我需要性能 而丧失掉日常使用的一个输出性 所以这是一台很好的daily car来的 其实这一次的日本之行 我觉得收获还蛮多的 就来到了JDM的市场 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中国制造的一台运动车型 到底做到什么样水准 因为在此之前其实很多人对于我们中国品牌造车呢 还是有偏见的 但这一次他们看到了实物以后 他会发现很多中国的元素在内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做出来的燃油车呢 确实也比他们的车型呢 做了很多独特或者说科技化的一些改革 所以他们会认为这是一台真真正正的中国车 然后他在性能上面或者说在配置在科技上面 都有他各自领先的部分 所以这一台领克的03家3N定制版呢 也没有让我们在海外交流这一块 有任何失望的地方 而且大家对于中国汽车的认可呢 也是从这一台车开始 我感觉是挺心晦的 因为这确实是一台中国燃油运动车型的代表 他没有让我们失望 反而让我们很骄傲 好久没坐进这么豪华车里面的感觉 新款的BRZ差不多 如果是有这样的成绩的话 你BRZ的内饰整个和这个就是两个级别了 两种不同感觉 就是相同定位相同价位的 我们在日本本土买的车上几乎是没有的 一定是没有的 期待它能来到日本市场 要是近日本价格合适的话 我自己都考虑了爱它 同时这一趟旅程呢 我们也补充了 这三年以来JDM市场的一些发展 也感受到大家对玩车的事情是越来越热爱了 一些洋油的车型 可能你觉得它固执在做着运动 但是这也是我们对于爱车玩车的一种深切的表达 所以这一趟旅程我觉得是开心是完满 也希望越来越多中国的汽车能走向世界 相信这会是未来